这些小家伙都太可爱了 都长大了 泡了一点纯淡小米给他们吃 来了 开饭了 谁先吃 来了 老大先吃 别抢 掉下去了 都有份 他们会自己吃了 放到他面前他就会自己吃了 都别浪费了 可在捡上面的吃 让他们先把上面的吃完 对不对 从出壳到现在 老大已经39天大了 基本上长齐尾毛了 完全会飞了 后面这三只小的也会飞了 但是尾毛还没长齐 这些能力也很强了 开始斜飞了 都会自己吃了 不用喂奶了 直接泡蛋小米给他们自己吃 拿个石盒装着 放在里面给他自己吃 这老大老是想出来飞 再放他出来飞一下 他太喜欢飞了 老是想闹得出来 满足他 第二次学飞 来 来开始你的表演 来 飞吧 甩出去 他要飞回来 太粘延了 教一下他飞手 来 先把他放在笼子上面 等他跳上手了 再给他吃的 来 来过来 对了 真棒 再来 再来啊 来 过来 对了 真棒 好 再来 反复顺利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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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真棒 飞手就是这样子顺的 好 距离再拉远一点点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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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真棒 给他奖励吃的 过来 对了 对了 再来远一点点 过来 太粘延了 真棒 给他奖励吃的 过来 对了 真棒 喜欢拿到外面放飞的 这个飞手一定要顺好 很重要 哪天不小心飞到树尾上了 你要喊一会 它就飞下来了 你没有练过的话 它就不懂飞下来 飞到树上了 你这很难下来了 这次玩够了吧 还喜不喜欢飞 回去了 把这个泡好的当小米放进去给他们吃 全部都会自己吃了 好了 关上给他们保暖了